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指出 要求Electrolex公司召回超过38万台 装有薄型冰桶的对开门式冰箱 主要原因是冰箱内的部分冰桶组件 某些地方容易出现断裂 结果将导致塑料碎片掉入冰桶 可能被消费者误实而引发意外 或者是被割伤 Electrolex公司坦诚 已经收到至少343起相关的问题事件报告 且大多数都是在美国出售 另外还有近6000台 曾销往加拿大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提醒 已经购买这款冰箱的消费者 应该立即访问CPSC网站 仔细阅读更多召回的内容与影响 并且立即联系Electrolex客户服务部门 采取退货等纠正措施 以降低问题冰箱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